除了明星和Fans D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 他應該是全香港開得最多演唱會的人 你這一種說法是暗戶事實 根據大歷史紀錄大傳聞 譚詠麟是全世界開得最多演唱會的人 由他出去開始 基本上可以 你看到他不在香港 是因為在外國開或者在國內開 他出道十年就已經開始有演唱會 出道二十四年就有滿億演唱會 他出道三十三年半有五位又再上路演唱會 未來又可能會出些前朝出道八十年演唱會 諸如此 總之他是不停地開 任何理由都可以開 最重要是唱不唱爆 自己開完 跟別人開完自己任何開發 曾經有一個很聰明的觀察會 一個人在香港開一齣演唱會 就等於那些打工仔做到一輩子 譚詠麟是發明了一天裏面要你輪迴兩次 一天開六場 一天兩場是否極限中所周知 所以譚詠麟是不用擔心的 他開完一場演唱會 他開完一場演唱會 可以輕輕鬆鬆去看看 可以直接第二天開第五場 因此他們其實今次考慮過 一人開三場 第一場是在早上六點門外 肯定看完演唱會 才會反抗 但是後來譚詠麟是決定放棄 因為她是怕不夠精神 她是怕你們不夠精神 所以各位 為何可以重申 年年二十年 好精神 好 謝謝 謝謝